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了一个超级超级可爱的 用我们的培勒多的彩色黏土 去做出来一个我们的小彩虹 那么我们选用的呢 就是视频当中这些彩色的黏土的颜色 首先呢我们是要把它搓成一个小球 或者是选择一小块出来 因为如果你是直接把它的这个盒子 给它进行一个打开的话呢 就会很容易就会给它干掉 所以培勒多黏土在玩 或者是在选择的时候呢 一定要让它呢 是进行一个保湿 就会被子 hardware吃了 就会被子供的费用 就会很容易就会给它 甜点 就会给它 随择 通知 里面 看到 这样的话呢就做好了我们彩虹的几种颜色 然后赤橙黄绿青蓝紫 我们是要把它呢全都给它弯过来 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咯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一个订阅或者是在视频的小方跟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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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